在前运站周圍 这种热闹的商业街道 成为了新北市推动都更 锁定的区域目标 而第一站就要推动21个站点 来优先推动都更 射出都更第一站 在21个厂站周围 300公尺包含土城 新浦三重等地 和150公尺内的地方活络型 像是头衔庄 红树林等 列为优先实践规划区域增额 冗击奖励 它变成有蛋黄蛋白区的概念 那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 相对的 不管是民众的居住的 这个使用 还有交通 以及它的人本的 这个环境的改善 都能够在 那个比较集中在 捷运周遭场站的周边 得到比较好的 这个环境的提升 像是竹干道沿线 也要提高基准容积 但也得要有 拖劳公共教育等公益回馈 提升整体环境 最重要就是一些投资建设公司 他们就是拿资金的这一方 那当然另外一个需要去推的 就是叫地主的这一方 因为它也要有一个意愿 那当然第三方就是要政府 政府在这里面 它有一些公权力可以应用 所以它可以帮助这两个家合起来 此专脱落及待改建的围绕 在2019年也盘点了 190个社区要优先办理事实处 额度还有利率 能够加强这个进度 因为都根的时间拉很长 你利息高 建商没办法负担 政府是不是有什么机制 针对都根或围绕 这个额度能够再加大 新北都根办公室喊出半年内 召开两百厂说明会 要加强沟通 搭配都根三件 让速度再翻倍 东森财经新闻 刘霏锡李宇哲 台北采访报道